作曲 李宗盛 风可曾轻浮吗 冰冷的 无语的暗示 已不容此准备好听 使命的招呼 夜可曾掩饰吗 让黑暗凝聚 内心期盼 让命运的指盘 放开结局 路漫漫明只有去无还 你用背影告别期待的未来 刀狂记影摧毁所有的缠绵 众人再见 真容片刻的留恋 英雄无名不安定点 张先生 真是料事如神哪 庞万春果然加了双岗 还和叶美容一起封了城门 好啊 你去见庞万春 下午三点 跟他商量具体的细节 你去吧 邱寿德去面见罗洪斌 让他密切注意宝月的动向 如果张国珍要来南口戏院 你就带他去吉祥赌场 你要见他 我在东城堯等他 记住 要带他走南口戏院的左边 南口戏院 李贺南在哪儿 把他也烧来 好 明白 要不要 我去东城堯等你们 小心兔子登鹰哦 鸩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兔子只有百分之一 可是当兔子翻身装可怜的时候 命中率也有百分之九十九 随缘吧 炭 unserer城堯 走 最后突然租鸩 走 去吧 出钱到ここ要找你 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唐先生要见你 唐先生要见你 大嫂 下午三点 难口心远 快 来 通知张市长 上 南口西岩 这个地方我们确实没有想到 周边四通八达 是个密会的好地方 唐总约我在那附近见面 我得马上赶过去 如果迟到了 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注意保护好自己 不要轻举妄动 见机配合就可以 明白 万军 你带着谢根彪跟着老罗 记住 不能暴露 好 三点 南口西院 对 看来没错 庞军长刚才也来电话 消息一致 队伍可以马上计合 我带人去南口西院 你保护好宝先生 不 唐栋应先讲话 还是我去吧 保护宝先生 比抓唐栋更重要 而且对于唐栋 我比你更了解 就这么办吧 好 注意安全 我去吧 没有人跟着你吧 放心 你怎么在这儿 唐先生 我在这儿等你 等我 对 地方变了 在哪儿 跟我走吧 他怎么拐弯啊 你赶紧回去报告李医生 我在这儿盯着 按照我的记号做 去吧 就去吧 这个我 那你还要 一秒鐘 我 你还是在那儿 怎么回事 你还是在那儿 兵快 那我 你会说 自己 好 情况有变 怎么回事 邱树德出现了 带老罗去了别的地方 在哪儿 查东去了 万军跟着他 密会地点一定变了 现在怎么办 你留在这里 看着南口戏院 万一唐栋来得回马枪 不得不防 我带人去治安万军 注意安全 先跟彪 走 这边 帮忙 跟我高兴 怎么想好 找到了 等着 你帮我 你咬我们 点出 我 什么 王先生想见你 跟我来 王先生 王先生 两个人已经进去了 就在前面那个门里 赶紧通知张时照 是 没有 没有 把枪放下吧 别紧张 话没说完 我肯定不会开枪的 希望你也一样 你想说什么 你好像瘦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真的以为 我是来杀宝月的吗 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 我会娶了你 你也说过 如果我是共产党 你就会亲手杀了我 动手吧 是啊 可是我还是下不了手 你会后悔的 我们的人三分钟之内就会赶到 五分钟之内就会把这个团团围住 你走不出去了 生死对于我 早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一直让我难以释怀 你就真的没有 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我明白了 你们的增援来了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我们的人到了 你快投降吧 看看你的脚下 看到了吗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没有杀单 快跑 有杀单 快跑 我 冯琳娜 已经确认唐弄死了 并且他们开始怀疑罗洪斌的身份 而老罗呢 暂时不想回来 想留在那儿 为的是搞清他们真正的企图 一网打尽 好 你跟他保持联系 万钧 你们外勤组的人 也不能放松警惕 好 恭贺李医生啊 干掉那个唐栋 我们就踏实一半了 等把他们那些 下冰箱这样彻底地清干净 我们就彻底地踏实 可我老是感觉 唐栋没有死 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我总觉得不对劲 有什么不对劲啊 他是死无权失 罪有应得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吧 好 明白 我们不会懈怠 我跟曼君出去了一趟 我跟曼君出去了一趟 有线索了 有线索了 我说过 我一定把健身给你带回来 谢谢你 对了 老颖 你也觉得唐栋已经死了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不过根据现场的判断 死的 应该是唐栋 也可能是我过于谨慎了 谨慎不会出错 但你想啊 那唐栋 他也是人啊 不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情况 刚接到庞军长的一个电话 今天晚上一个军火库被到 士兵全被杀掉 库里有什么 主要是炸药 丢了多少 要是引爆的话 能把包头成了 炸个底朝天 一定是冯丽娜他们 有消息了 老龙叔 冯丽娜他们不知道在哪儿找了一批炸药 准备一次自杀式的袭击 这炸药现在藏在哪儿不知道 现在冯丽娜有点防着她 告诉老龙 一定要在他们动手之前 找到这批炸药 明白 通鉴起一大会召开之前 不要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 以免引起老百姓 和大会代表不必要的恐慌 好 我明白了 俄鲁巴尔送回来这些炸药 都够炸这个会场两次了 没问题 陈先生 你要过来 我就不帮你帮我 有什么 特有 我 我 你这儿 这儿 击我 这儿 我 你 可 会同时起报 包刻图大铝店的人可靠吗 剧本部的高手 没问题 那个点非常重要 你再去看一看 不能有半点差错 是 把这个 送到罗洪斌的联络点上 就这么送 这样您会暴露的 李贺南只有看到这个 才会独自赴约 好 明白 十二点 你把剑生 送到东门的剑楼里 然后呢 让他自己决定吧 不然 您不想打开 您是 您是 您 您是 您的 难怪一直没有老罗的消息 老罗肯定牺牲了 唐栋一定是利用老罗的身份 引着我们按照他想要的方向走 那他要约你见面 这肯定是个圈套 你不能去 你知道我必须要去 好 那我陪你一起去 你了解唐栋 他既然设了这个圈套 肯定会让我们 按照他的方向去走 可是 十字街和岳阳茶楼 这是两个地方 什么意思呢 张市长打电话来 岳阳茶楼站的摩扎 岳阳茶楼 就像你明白了吧 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时间 你不能去 我必须要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等等 你还想再听到爆炸声吗 保护好保鲜先生 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张市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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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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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问 唐先生让兄弟们依次撤离 为什么还要把他送来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唐先生不可能不知道 只要他在东门建楼一出现 就一定会被围攻 根本不可能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这个时候把孩子送过去 一定有其他想法 什么想法 如果孩子不送过去 唐先生还有撤回来的可能 如果送过去了 行 你们俩别瞎嘀咕 唐先生怎么说就怎么办就行了 可现在情况特殊 我觉得还是不能把孩子送过去 不行 要不先缓缓 管个屁呀 唐先生说十二点把他送到那儿 他就必须十二点出现在那儿 那好吧 错了 还是我去吧 你们再会喝点等我 刘娜 我跟您一起去 他们的孩子去哪儿了 我问你去哪儿了 哪儿 这 那 南门小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动 你果然没死 还是你了解我 但你还是跑不出去 我就没想跑 我很纳闷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比我固执的人 健身呢 你不是见过我 他在哪儿 该让你见的时候 你自然会见到他 不过在你见他之前 先跟我去看样东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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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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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装置全程有九个 现在已经启动了两个 其余的用线控装置统一起爆 一旦爆炸 这个城市会被掀翻 你想干什么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唐人 我可以取消操作 一切取决于你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记住 只有五分钟 我带一队从这儿 让四虎带一队从这儿走 好吧 四虎带一队从这儿 我带一队从这儿 我带一队 一般的 跟我来 跟我来 李中队 跟我来 你说唐先生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你哪年纪呢 干什么 什么意思 跟了唐先生多少年了 民国二十九年 到现在 正好十年 你呢 你呢 我呀 十八年了 唐先生跟我爸是朋友 九一八的时候 鬼子打了北大营 我爸战死了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站在街上 想打小鬼子黑枪 你那会儿才多大呀 就知道打黑枪了 我都八岁了 你别说那时候我还真挺厉害 有两次还真让我得逞了 小鬼子差点没让我给干死 第三四十 他们有准配了 直接就给我按那儿了 给我带到仙兵大队上大刑 要弄死我 你看这爸 就那时候留下来的 然后呢 后来唐先生就来了 花了五十两金子把我熟出来 又带我上街买了衣服 理了发 又去了那几个 占了我家的日本人那里 你别说他真挺厉害 一分钟 咔咔咔咔 七个小鬼子全干死了 从那以后啊 我就再也没回过哈尔比 真羡慕你 能跟着唐先生这么多年 你说唐先生是不是真的不会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儿等 这件事儿完了 你还回去吗 不回去我能去哪儿 南洋 南洋 在东门建楼的时候 唐先生给了我一个地址 说是他的一个朋友 说那个人已经把局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可以人间蒸发 他还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唐先生这次是真的不会来了是吗 把健身送过去你就明白了 我是明白 可是我不甘心 十年了 你应该明白唐先生的心思 跟我去南洋吧 唐先生说 你心里其实是一个很苦的女人 让我好好待你 他为什么自己不能亲口对我说 去南洋吧 去南洋吧 你会好起来的 有情况 好 我jana 做一次 现在就要给你的交集 快点啊 你快点啊 唐先生 我们跟你说句话吗 好 给你们聊话 好好好 唐先生 外面出了一些状况 很严重 能解决吗 能 但是很复杂 需要我做什么 宝先生 您此次来隋远 是不是早已报定了 必死的决心 是啊 我知道了 我出去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事实大会 能否提前十分钟开始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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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没效 爬 你怎么不爬了 你也准备为国建局 说不说呀 人真多你一个人都 东门建楼 东门建楼 保先生就在下面 我知道你喜欢做收影游戏 你又想搞什么鬼 我还知道你做的收影 是兔子 不要浪费时间 你不是说 就给我五分钟时间吗 你不希望健身看到我们 剑拔弩张的样子吧 鹰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兔子只有百分之一 可是当兔子翻身装可怜的时候 命中率也会是百分之九十九 你是那只兔子 很不幸 我是那只鹰 唐董 炸弹一响 整个包头城将夷为平地 包括健身 有多少无辜的生命 要陪着你去殉葬 我不想杀他 我想说服他 你这是妄想 你杀不了宝先生 也阻止不了通电起义 更阻止不了人心琐事 曾经风华正茂之时 在军校 听宝司令热血沸腾的演讲 曾经百般仰慕的先辈 为天为大势所取 我就像个守牧人 守着曾经的桂里 守着被各路盗墓贼 挖空抢空的陵墓 你所拥护热爱的国民党 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的国民党腐败堕落 他们才是这各路的盗墓贼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炸弹不会爆炸 什么意思 我已经把炸弹的起爆指令取消了 江山一致 但是和这座城市 和这个地方的百姓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之前你要安放这些炸弹 我就是想告诉你 鹰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还记得那次在上海吗 你对我 就是兔子登婴 你真的以为我来隋远 就是为了杀宝月吗 可是杀了宝月 又能如何呢 不错 你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 那是唐碧挡车 帮我个忙吧 什么 剑生每次淘气的时候 我都会坐老鹰的手影吓唬她 非常有效 剑生 过来 杭爸爸 过来 在桂林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会带她去江边看太阳 太阳每天都照样升起 新的一天 属于你们了 唐东 你现在明白并不晚 欢迎你见到人民这一边 我把孩子还给你 孩子 应该跟母亲在一起 不过记得 每天早上 要带她去看太阳 剑生 叫妈妈 阿姨 不是阿姨 是妈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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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小兔子要吃草 小兔子要吃草 这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时刻 因为我们选择了一条人民的道路 正确的道路 我们和后人 永远会记住这一天 谢谢 谢谢 ��估 有点 我们去看她的 带你来个电视 掌握 到我们去看你 新的年龄 勾开紧缩的心房 静静的歌唱 长夜里是谁在呼唤 黑暗燃尽朝下灿烂 为梦想翻越万重关 甘洒热血重回河山 让黎明的微光 轻轻拂过每一身床 不再黑夜彷徨 让明天的希望 勾开紧缩的心房 静静的歌唱 让黎明的微光 轻轻拂过每一身床 不再黑夜彷徨 让明天的希望 勾开紧缩的心房 静静的歌唱 向着太阳 向着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